我們通常說自己幾歲都是看身分證幾歲就幾歲 但是在現在這個都市生活裡面 其實這個數字很多時候我覺得都不太對 因為很多長者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可能比很多年輕的好 早起床、行上運動、吃東西注意、養生 其實我們所指的年齡是分開我們本身的生理年齡 或者我們本身計算出生的年齡是兩樣東西 講到我們的生理年齡 有時候你去健身都會見一些儀器去測試 你的身體屬於多少歲 雖然可能你是40歲 但其實你的身體已經去到60歲 這是測算出來的 有什麼部份在裡面呢 例如你的身體脂肪、心跳率 或者你的肌肉比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肌小症 或者是肌肉流失 原來當你年紀慢慢大的時候 肌肉會慢慢流失 愈來愈少肌肉量 不是代表肌肉沒有了 肌肉量少了 但是年輕不代表肌肉量一定高 如果你不做運動 或者你經常一些太傻的生活 不是坐就睡 少動動 或者你的蛋白質不夠 都可以有肌小症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想提提大家 不要想著你現在30多歲 就覺得你的身體也等於30多歲 如果你的肌肉流失 或者你的生活習慣不協調 其實你的生理年齡 有機會高過你的實際年齡很多 要怎樣才可以令到自己的實際年齡 和生理年齡差不多 又或者看下去 和身體變得年輕一點的話 有幾樣東西大家可以留意的 第一,睡覺 我經常和病人朋友這樣說 其實不夠睡是等於慢性自殺 因為你每天都只有四、五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 每天都透支的話 其實一直是負增長的 那怎樣才為之夠呢 大家就會問 是否八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就看你的情況 但六至七個小時是最基本的 重點是幾點睡 最好在一點鐘之前就睡 因為十一點鐘到一點鐘這段時間 其實是很黃金的時間 如果你不睡覺的話 肝、膽都做不到事情 所以記住這幾個小貼士 你的實際年齡和生理年齡就會比較相約